好,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提升EQ 就是情緒的雙數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做一個開心快活的人 一個平安、喜樂的人 沒有重膽、沒有煩惱 這裡面我講了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就是建立正面情緒的能力 能夠有平安、喜樂、輕省 還有清除負面的情緒的能力 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垃圾不好吃 基本上是什麼呢? 那些人不好的說話 但是很多時候人會經常想 其實那些是不好的說話 那些人不是垃圾 但是很多人就會說 他敢罵我、他敢傷害我、他得罪我 他對我不好 就有很多人反覆思想 這個可以說是人思想的很大部份的時間 有很多人都說 他對我壞 他不喜歡我、他不接納我 就是經常想這些 但這些有沒有作用呢? 有沒有正面的作用呢? 是沒有的 全部是負面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們知道 原來垃圾要倒他 那些憂愁 其實你憂愁 不會減少那些憂愁 會繼續憂愁下去 還有被人罵你 你慢慢地想 又不會改善的 但我們放手的時候 更加可以 可以心輕鬆 或者裡面有憤怒 我們放手 而正面呢 就是跟神的關係 以及關為人 都會帶來正面的力量 因為我們愛人 愛人 愛神的時候 人就會更加正面 以及在神的同在 所以其實很簡單 說完了 我現在詳細說 就是有神正面的力量 以及侍奉神跟從神 很簡單一件事 我小時候試過一件事 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乘巴士讓位給人坐 我讓位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幫完人 覺得開心 即是說 不單止是親近神可以開心 當你做一些事 有貢獻幫助人 你是會更加開心的 尤其基督徒做神 吩咐我做的事 更加會開心 而清除垃圾 基本上 你會有好情緒的相數 這個金句 待會我會唸 我們現在一起唸一唸 好嗎 每次都有個金句 我們唸一唸 詩篇33篇18節 《耶和的眼目,看顧敬慰他的人 和仰望他前我的人》 一起讀一下 《耶和的眼目,看顧敬慰他的人 和仰望他前我的人》 就是神會看著你 關心你 祂不是監視你 是看顧的 我們再一起讀一下 《耶和的眼目,看顧敬慰他的人 和仰望他前我的人》 就是我們敬慰神 尊敬神的時候 和仰望他前我的人 他會看著 所以我們可以有正面的情緒 就是神是祝福我的 神是愛我的 看錯我的 所以我經常都可以很開心 有甚麼煩惱 不要緊 因為神看著我 就算人傷害我 不要緊 我不用放在心上 有些人研究 他們就說 人成功的因素 100% 他們有些人這樣說 他們說智商是20% 而80%就是我們情緒相數 我們今次講情緒相數 下次講疫境相數 情緒相數 情緒相數就是我們處理我們的情緒 疫境相數就是處理疫境的能力 兩樣加上80% 這個當然是看工作的 看你做甚麼 如果你只是在貨倉工作 那不是這樣的 在貨倉工作 就不是這方面 但如果你跟人相處 尤其是做牧師 其實跟人相處 和情緒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 有些跟人相交的工作 都是我們的情緒和我們處理疫境 能夠正演是非常重要的 而情緒相數是有幾樣東西的 我們一起讀一讀 自我察覺 認清自己的感覺 情緒管理 處理和表達自己的情緒 自我動力 處理衝動的情緒和行動 人際技巧 能夠與不同人相處交往 那這裏是講到甚麼呢 就是說 第一我察覺 我開心 不開心 我被甚麼人影響 我認識自己的感覺 然後呢 情緒管理 我怎樣處理呢 情緒不是壓抑 是處理 就是說我不需要給那些負面的影響 我不需要別人 那個人不好的人 很發怒 容易發怒 他不好 我是不是每天都不開心呢 不是的 他不開心 是他的問題 我可以盡量去化解 我盡量去接納他 但是呢 我不需要因為他而受傷害 不需要受傷害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傷害我 但是我不需要受他傷害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情緒就會管理得很好 如果 其實人家傷害我 他更慘 為甚麼 有一天去到神面前 有人說到 魔鬼在神面前 縮得很小 那些傷害人的人 有些人一輩子都傷害人 他在神面前 縮得很小 其實他很慘 那你就連縮他 你就能夠搖說他 所以呢 我們就說 神幫我們處理 不用給他影響 然後呢自我動力 我有動力處理情緒 還有處理我的工作 就是做我的事 人家應該做的 還有衝動處理 很多事呢 人就是處理不了了 於是呢 衝動發脾氣 或者衝動做一些不好的事 還有人際技巧 都是幫助我們情緒 因為 人際技巧好呢 自然溝通就好了 但是有些人很容易被人擊傷呢 他就有些什麼事呢 都會有很大的反應 但是如果我們 就算人家對外不好 我們又很平靜的時候呢 我們就 情緒一直都是平靜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 情緒問題的根源和後果 就是根源從哪裡來呢 帶來我們這麼多個菌鎖 有一個這樣的試驗 Marshmallow Test 你上網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找些五歲的小朋友 然後呢 就給他一顆棉花糖 就告訴他 我待會回來的時候 如果棉花糖是沒有吃過呢 我就會給你兩顆 那你呢 回來 如果你吃了呢 就沒有了 那有些小朋友 大家看到這兩個表情是怎樣 嘩 好難忍啊 哎呀 好想吃 好想吃 好了 他在想什麼呢 我想要吃 我不吃不開心 不吃到不開心 我不開心 一切就不重要了 很多人就是這樣的 小時候開始 我不開心 這些人扭計 在那裡擾地 我不開心 什麼都不要緊 全世界都不要緊 我要快快滿足自己 真的很想快快的得到滿足 這種的心態呢 其實影響他一輩子 他們做實驗的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圖畫 就是小朋友 最初就好像當沒事 怎麼知道越看越看越看 越辛苦 後來越來越辛苦 越來越頂頂順了 結果呢 就拿那個棉花糖 結果就吃了它了 好了 另外這個小朋友很厲害 他一顆得性 跟著他做很多顆給他 他都是照樣 我不用利利 不要緊啊 你待會給我多一點 我不要緊的 那麼他可以想些什麼 我一起講 一起讀一下 我可以不吃 不吃不需要不開心 我有更多事可以做 我有長線計劃 如果一個人有這種心態 我不吃都不要緊的 不用不開心的 我有更多事可以做 那麼他在那裡 快要整個電腦 我有長線的計劃 我有長線 我想得到更多棉花糖 或者我自己的生命 就是 這個處理生命 有時候由小朋友開始的 能夠耐性不吃棉花糖的 小孩子長大之後 他們發覺這些研究 就是這些五歲的小朋友 長大之後是怎樣 我們一起讀一下 更少吸毒醉酒 心理更健康 讀書更好 更能控制體重 更有人生目標 更能達到人生目標 發覺這些小朋友長大 是少些吸毒和喝醉酒 他心理更加健康更加開心 讀書更加好 成績更加好 而且他們沒有那麼容易超肥 因為他們懂得管理自己的生命 他們都有人生目標 因為他們想著 我可以多賺一顆棉花糖 我就不懂 他可以放手 亦都能夠達到這個人生的目標 其實原因是什麼 下面我們一起讀 為什麼這些人有什麼分別 一起讀 因能夠管理自己的衝動 因能夠放下浴望 因有長線的目標 就是因為他能夠管理自己的衝動 他很衝動想做某些事情 但是他可以管理這個衝動 還有他的慾望 想得到什麼 他可以放手 還有他有長線的目標 我想問大家 你都不會不會 能夠管理你的衝動呢 當你要買東西的時候 有些人一不開心 就買東西吃東西 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就認為這樣可以滿足 有些人買東西就很開心 但是他就用了很多錢 或者有些人去玩 他就很開心 有時候玩到失控 你問我放下你的慾望 還有你有沒有長線的目標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人生的意義 有些人 有些因素影響這些被測試驗的人 那些原來離婚的小孩 更加難處理 即家裡離婚 他更加沒有這種定力 還有他有可信 他家人是很穩定、可靠的 他更加容易處理到的 還有有受訓練、管理、意志的人 更加容易處理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訓練 因為小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當時我們訓練什麼呢 其中一個東西 心算、速算 我自己還去買一些速算的書 因為老師給了我們很多速算的題目 我們就很有興趣去做 買一些速算書回來 就是在那時候 我不知不覺已經訓練我自己 還有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教我獎上額、set up、打沙巴 就是小時候就有運動 其實我發覺運動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自己是在中學的時候 是球隊、迫球隊的隊員 打幫神會怎樣呢 就算我輸 我都要追 我要追回他 我試過五盤三勝 我兩盤輸了 第三盤都在輸 但我追回他 我找到一個方法 怎樣追回他 跟著贏了五盤 這個就是意志 原來這樣的意志 影響我一生 能夠 我有什麼慾望 有什麼衝動 我都能夠處理 有什麼緊張的事 我都可以放手 這個就是原來 我們這些操練 是對我們一生都很有幫助的 好 我想問問大家 那由小時候玩手機開始的小朋友 他們會在這方面會怎樣呢 玩手機的人 整天都要玩 你不讓他們玩 發爛爛 發生脾氣 其實這個就是 即時有inscent gratification 即時要得到他的滿足 當他即時要滿足的時候 他得不到他 就會發脾氣 其實這些小孩子長大 是會失控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知道 如果你用這個 手機做奶嘴 你將來會收回一個後果 反而你找他找些活動 小朋友 找些積木給他砌 但現在的小朋友 每個都在玩手機 他看到別人 他都要玩手機 那這就是一個 一個趨勢 一個社會的趨勢 這個真的從小時候 是需要教導 當他在這個趨勢裡面 當他經常都要得到 他會怎樣呢 當他玩遊戲 有些人會連續打 玩玩到他死了 也有的 還有會失控 會憤怒 即是這種失控的情況 我們在這個時代更加看到 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時候 我就是阿神 你幫助我們 能夠處理我們的內心世界 不是讓他失控的 這個圖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列出一些情緒問題的根源 第一個 左手邊第一個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 要馬上得到滿足 就是 我要馬上吃到棉花糖 我要馬上得到這個 這件事如果沒有處理好 它將來會影響他的情緒 因為他什麼都不能等 什麼都是馬上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戀愛 他會隨意找一個人 總之有人追他 他就要的了 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會一生遺憾 也有些做了未婚媽媽 做了很多問題 另外一種 習慣用情緒控制人 有些小朋友發覺 原來我扭氣 我爸爸媽媽馬上很緊張 我試過在地鐵 尤其是我去到大陸 我發現的情況比較多 有些小朋友 他在那裡扭氣的時候 我發覺 他父母和他有個 祖父祖母在那裡 哇 緊張得 真的是難以想像這麼緊張 為什麼他這麼緊張呢 因為他覺得 很大件事 就是他覺得 哇 這個小朋友發紋症很大件事 OK 這樣的時候 大家看這裡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習慣 原來我一發脾氣 全世界都會專注在我身上 這種情況 其實有個很大的後遺症 這個很大的後遺症是什麼呢 就是他 你看他怎樣 很大的後遺症 就是他以後 他會用脾氣控制人 他以後掌控不了 他不能夠掌管他自己的情緒 他一輩子都受苦 掌管不了自己的情緒的人 因為你長大的時候 沒有人會遷就你的 這樣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辛苦 另外就是壓力 都是會造成情緒問題的 壓力處理不到 所有這些問題處理不到 或者被拒絕 被傷害 因為覺得別人不喜歡他 沒有人喜歡我 那他自己一輩子都覺得很辛苦 沒有人要我的 我是不重要的 或者被遺棄無助感 沒有人要他的時候 這種的傷害 是會一輩子影響的 基本上是什麼 一齊圖 基本上是習慣被情緒控制 而不處理 其實這些所有問題 就是他有些情緒 他不處理 從小時候開始不處理 以後就成了一種習慣 我希望大家 就有這種的習慣 原來沒有懂得掌管我們的情緒 如果他處理我們的情緒 就可以帶來很大的問題 而我們 其實我們看到你 會回來教會 你信耶穌 都已經是基督徒 不過是否個基督徒 處理情緒都這麼健康呢 未必的 因為有很多 回來聽到 就很有專心 不過回到家的時候 可能又發脾氣 懵疹 見到子女又不開心 又想回這些事情 其實 當我們知道 原來垃圾不好吃 而多些領受神的恩典 那我就搞定了 你一天進步一個百分百 一百人就一百百分百 那你這樣想就不難 但如果你說 哎呀我還是不開心 那你就會覺得很大的壓力 但呢 稍微進步 我今天少想了不好的東西 我今天多了開心 感謝神 我已經在進步著 這樣呢 你就進步了 那你就會一直落 其實 不是難約登天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有幾個 你覺得你可以處理完 你所有情緒的問題 總會一直進步 未必一下子 當一聲處理完 總之你會一直進步的 有幾個 你相信 感謝神 感謝神 你都相信可以 所以你繼續就可以了 好了 因為人有罪性 被傷害 那又怎樣呢 他就受傷了 受傷呢 跟著他大個都受傷了 小朋友受傷的 多數大個都會受傷的 跟著他做什麼呢 做一個傷害人的媽媽 或者爸爸 原來這個 成為一個循環 因為人的罪性 就帶來一個循環 其實 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們相信就是 感覺不是最重要 還有人對我們做的 不是最重要 當人拒絕你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你就是爛茶渣 我想問大家 有人拒絕你 是不是知道你沒用呢 不是喔 但這個道理我們可不可以明白 不過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人 有沒有基徒 因為被人拒絕 就覺得 哎呀我真的沒用了 會不會啊 真的會喔 所以我們知道 分辨到 原來被人拒絕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有人拒絕我 總有人接立我 神又接立我 這樣的時候 我不給他影響 我就可以 有喜樂 有平安 因為神永遠愛我 我是有價值的 大家一起說 我有價值的 就算是小看我 不要緊要的 我的價值是永存的 Hallelujah 好了 另一件事 當人不認同 有時候兩個人說 一個是Yes or No 一個是Yes or No 一個是Yes or No 說來說來找不到 或者你們兩個人要 在這裏拉 在這裏搶 OK 有人不認同你 是不是代表他不 我就沒有價值啊 有人不認同我 是不是代表我 就沒有用了 不是的 不要緊要 他不認同我 不要緊要 他有他的主意 他喜歡他的主意 除以他 我知我有我的主意 我從神而來的主意 這樣的時候 不認同我 不代表我 是沒有價值 我是重要的 有很多人就這樣說 你不認同我 就是你不愛我 有時將他相等我 不認同就等於不愛 是不是呢 不是的 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很簡單 我們對於運動 是不是每個人 一同的看法 在這裏 每個人都不同 那是不是我們不可以 合同心 不是的 我們對於很多的看法 都不同的 有程度的不同 所以其實 不贊成 並不是很嚴重的事 好了 有人傷害我 是不是代表我沒有價值呢 又不是的 因為我的價值 是永存在耶穌那裏 就算有人罵我 有人拒絕我 都不要緊要 因為我是重要 我是寶貴的 其實這幾樣已經搞定了 是不是 就是所有的垃圾 當你細心去處理 當你想想 有一個人 總是會傷害你 你就想想 他傷害我 是不是我沒有價值呢 有一樣我擔心的 是不是需要擔心呢 既然神幫我 是不是需要擔心 當我們處理了 我們就知道 其實我們不需要長期 給任何一個問題 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 一起宣告 任何的問題 在耶穌裏面 都可以解決 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 兩種生活方式 一種是什麼 習慣被情緒牽著走的 牽著鼻子走的 另一種是習慣處理情緒 那習慣被情緒牽著走的人 有什麼後果呢 一起讀一下 而情緒化 不處理 無信心達出 信永遠如此 一生同虎 那它會怎樣呢 很容易情緒化 就是很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做很多決定 都是因為情緒 我喜歡他 所以我跟他結婚 我不喜歡他 所以我跟他離婚 就是情緒 是不是我們做人 就是我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什麼 是不是情緒 就是情緒帶領我們 是不是我的情緒 就是掌握我自己 也都他們會習慣不處理 就是 那你不開心 別人罵你當然不開心 他會這樣說 別人罵你當然不開心 他就停留在一個不開心的狀況 其實我們是絕對可以選擇的 還有他覺得沒有信心達出 沒有辦法的 我不行的 我是這樣的 我整天都不開心的 還有他相信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永遠都是不開心的 我想問大家 你想做開心 沒有 不開心人 開心人 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們當中也有姐妹 我們服侍的姐妹 以前在吃精神藥 現在已經康復了 感謝神 其實我們就是 一步步希望醫治更多的人 希望大家有信心 就算你面對這些困難 有信心 千萬不要說 哎呀一吃開 有些人這樣跟你說 你吃開你永遠都要吃 真的可以解掉 真的靠耶穌是可以 再人不能再神 凡事多人 所以千萬不要說信 我永遠都是這樣的 是可以出來的 還有他一生都痛苦 是不是 一起讀一下 多人做人被情緒牽著手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都被情緒牽著手 好了 這一組是怎樣一起讀一下 處理情緒 有信心處理 有信心處理困難 平安起落 他們會處理情緒 有信心處理 可以得的 就算有多不開心 我可以選擇感謝神 我可以選擇開心 阿里路亞 我起床 我立刻 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 我選擇是這樣 我選擇整天都是這樣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一發覺有些什麼 擔心緊張 急 我立刻就會處理 我立刻說不需要急 不要緊 不要緊要阿神有他的時間 我做到多少有多少 雖然我心 我的心 我人是急的 想快些做 寫多些東西 快些帶去全世界 去到不同宣教的地方 但是急 反而急 我自己更加不好 我日神幫我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的時候 反而更加好的 處理情緒 有信心處理 還有什麼困難 一個是處理內心 一個是處理困難 什麼是處理內心 我的情緒不用被人影響 我內心不用被人影響 處理困難就是 他和我關係不好 我怎樣一步一步改變他 這個難一點 一步一步改變他 但我對他好 他慢慢會改變 這個就是處理困難 然後我可以平衡 原來很大的分別 分別就是在哪個字 哪個字 處理 有沒有處理就是鑰匙 有處理就可以進步 那你會不會說 好吧 我開始處理會不會 行不行 可以的 這一陣子你都可以處理 就是有什麼可以處理 好了 另一個觀念我們想了解 就是負面的思想帶來 負面情緒 其實所有不開心 都是由一個意念開始的 他罵我 他對我不好 我做不到事 這些都是一個意念開始 這個意念就是影響個人不開心 而這個意念處理到 他罵我是否代表我不開心呢 不用一定的 他對我不好 是否代表我不開心呢 不是一定的 這些是 你們不要讀 這些是負面的說話 人生太難了 神不會幫我 我做不到 我沒有用 我放棄了 人對我不好 我想死了 有些人經常跟我講 我想死 我說 你想想耶穌 親近神 你來到我們當中 為你福視祈禱 有些人總是經常這樣說 但他不行動 其實我們行動就可以 那帶來什麼後果呢 就是因為這些負面思想 原來思想帶來問題 就會有激動、怒氣、煩惱、低沉、失望、痛苦 原來他慢慢想 那件事就成真了 其實很多時候問題可能很小 他不採愛 一個人不採愛 是否很大的事 但是呢 將他擴大 哎呀他不採愛 哎呀 然後想他怎麼壞 第二想 哎呀我都是 人家不喜歡我 我都是沒用的 那將他擴大 擴大 其實不要緊的 一個人不採愛 不要緊 我處理 我盡量對他好 我又自己不用放在心上 那這個觀念呢 希望大家記得 就是這個ABC管理情緒的理論 A就是activating event 引發的 一起導致引發情緒的事件 第二就是信念 我們相信什麼 第三 consequence 我們情緒上的後果 就是說 有件事引發A Believe 信念 接著有個後果 就是我們相信那件事 覺得他很重要 覺得他罵我好大件事 就會很辛苦 為什麼有些人 被人罵完 嘻哈嘻又走出去玩 但是有些人被人罵完會自殺 有沒有聽過人 被人罵完跟著跳樓 因為他覺得看不開 還有一些 更離譜的 就是一個男朋友 找了另一個女朋友 或者一個丈夫 找了另一個女人 既然他這麼不好的時候 值不值得因為他死 但有些人會因為他而死 其實自己有自己的生命 就是因為他的信念 我的丈夫對我不好 或者我男朋友對我不好 就是我沒有人生的意義 其實這個是一個信念 一個錯誤的信念 希望大家就說 就算有些什麼不好的發生 我的信念不要緊 譬如兩個老人家 兩個都有病 兩個都信耶穌 一個就說 唉 我事奉這麼多年 唉呀 最後都要病 真是慘 神對我不好 這個思想 應該他整個人 但另一個就說 簡直耶穌 我可以快點見耶穌 就算病死 又上天堂 病的時候 我又祈禱耶穌 祈禱 真的有神跡 神可以醫治我 或者就算沒有醫治 一路痛的時候 就令我更加奔住耶穌 神又更加歡喜 每一次痛的時候 你奔住耶穌 耶穌將來會獎賞你的 因為你奔住耶穌 你依靠耶穌 神會獎賞你的 你有信心 神是獎賞的 即凡是依靠神的地方 神就獎賞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說 唉 我有這個信念 就算有什麼事發生 都不要緊 我有心理準備 如果有一天我被人迫白 就算被人殘害 殘忍的對待 求我神啊 求你減輕這個痛苦 求你洗掉我的口 因為聖經說了 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當時說什麼話 我講了 我講了 你要我在這個環境多久 如果可以 你接我靈魂上天堂 我就會說不要緊 或者我有病 我就說不要緊 即是我已經預備好了 我不是想著那些事 一定會發生 我只是預備 如果最差發生 我也不緊張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保持一個 平安喜樂的狀態 那時候什麼事發生呢 我都不要緊 即是我都不會放在心上 那如果原因 其實這個經文就是支持 剛剛所講的 就是ABC 就是信念影響的人 盧家福音六章四五節 一起讀一下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口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口 發出惡口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 你就是小錯 就是他的心存什麼 就發出什麼出來 你的心有什麼信念 就出什麼出來 你的心是神的愛 出來就是一些愛的 愛的言語 愛的行為 神的愛中 有恩怨的說話 原來就是 這句說話一起讀一下 惡念產生惡言和惡言的後果 惡的念頭就會產生惡的行為 惡的說話和惡的說話的後果 一起讀這裏 善念產生善言和善言的後果 良善的意念就會產生良善的說話 和良善的說話帶來的後果 我想問大家 良善的說話後果好不好 好啊 總是會被建立人的 路加十章四十一節 耶穌回答說 有經文就一起讀一道一十 馬大馬大 你為他的事思慮煩擾 思慮 他一直不奮氣 為何罵你又不用跟我一起煮飯 為何他一直聽到 為何他不和我一起 當他思慮的時候 他的心就很煩惱了 原來就是我們的思想影響 就是思慮會影響煩惱 我想問大家平日 有沒有一些思慮 影響著我們 我們就現在去思想 一會去思想 怎樣去處理這些思慮 這些是一些錯誤的信念 就是個B 錯誤的Believe 錯誤的信念 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這是錯誤的信念 大家一起讀一下 情況不好 我必要煩惱 人不好 就要賣 賣人就得盛 蠢人沒有藥衣 我不喜歡人 又不喜歡自己 這些是錯誤的信念 是甚麼呢 情況不好 我就要煩的 可能都是這樣 沒有錢當然煩 沒有東西做當然煩 不是一定的 你沒有東西做煩 你容易找回工嗎 沒有東西做很煩 容易找回工嗎 是難的 有些人呢 他沒有工做 但他每天都很頹廢 日夜顛倒 是很難找工的 因為人家見到他這樣 都不會請他 但當你沒有工做 不要緊 不要緊 沒有所謂 我一路充練自己 又學習 到時候就會有工作做的 情況不好 不一定要煩惱的 人不好 是不是一定要罵 不是的 引導 或者我們媽媽分享 就是說 以前他會想罵發脾氣 但現在發覺不發脾氣更好 和有些人的錯 是罵人家的得性 其實不一定罵人家bars 得性 人偷虐 真是笨人旺虐 是真的嗎 不是的 但是那些人當正是 這些⋯⋯ 所전的 當正…… 對而言 其實不是的 很笨人有得投je 有得啟聲 不要給人嚇咽自己 我不喜歡人 也不喜歡自己 有些人 their信念 常常都在那裡 這些負面思想 用不知道他可留在這邊 不要讓他留在那裡 否則就會有負面的情緒 還有有時 他先錯 我當然應該生他 他不理我 他態度不好 他忘記我 他發怒 他欠我 他講閒話 他不幫我 我們就覺得他不好 我就要生他 是不是一定是這樣 不是一定 我們不需要 跟從這些錯誤法則 這個是錯誤法則 還有被人說得多 就會怎樣 自己說自己 哎呀 我都是沒用的了 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一定失敗的了 其實這個是我們裡面 千萬不要這些誓言 這些負面的誓言 有些人經常都說 沒有人喜歡我的了 我嫁不出的了 我一定失敗的了 這些負面的誓言 就是影響我們的人 所以凡是這些負面的 我們都不要用他停留在心中 也有些人總是負面 明明他沒有水喝 很頸害 人家給半杯水喝 哇 應該很開心 但是他說 只有半杯 為什麼只有半杯 但是有半杯我們可以感謝神 但是很多時候人們都這樣 去吃東西很好吃 他又不會說 但是那些不好吃 的東西不好吃 就慢那麼彈的 又不開心的 我們其實有好吃的地方 應該去歡喜的 聖經說什麼呢 貼上來的前書五章十六十八節 要常常喜樂 不絕討告 凡事謝恩 我看前書六十八節 要有衣有食 就當之族 只要有衣有食 就是說有 我們就感謝神了 凡事喜樂 常常喜樂不絕討告 凡事謝恩 可不可以可以嗎 可以的 匆忙都會有壓力的 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經常都想快點做 我洗碗的時候 就容易有壓力 但是我現在洗碗 心態就是 我現在在享受的時候 不要想著 我現在想著洗碗 快點去做事 我就不要想著 快點做下一樣東西 而是現在活在現在 有時我呢 容易活在將來 應該做什麼 我現在活在現在 我享受現在 在現在得力 就不是經常想著 下一樣是什麼 有些人活在過去 我做錯什麼 我有什麼不好 人家對我不好 會再過去和將來都不好 就會再現在 我現在做什麼 但那個意思不是說 我只是現在享受 那樣的意思 我現在可以做得到 我做 盡力去做 然後我有個長線的目標 但這個長線的目標 是我今天做起開始的 就不是說 我今天晚暗想 將來我要做一個偉人 就很大壓力了 我現在做好應該做的 任何負面思想停留 我發覺我都頂不住 沒有人頂得住 當我經常負面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當我心急 原來不是只是 心急那時候辛苦 心急完都辛苦很久 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不開心 是不是 那一陣 一陣間 不開心完 跟著就沒事了 是不是 都要一段時間恢復 所以我們就說 不要讓負面思想停留 我負面的成罪 不要讓它停留 《人尼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壞到極處碎 人的心很多詭詐 也有很多垃圾 你裏面有多少垃圾 你可不可以將它 思想寫出來 然後我逐約處理它 逐約垃圾清理它 而不清理有什麼後果 當我們不喜歡一個人 就會憤憤不平 憤憤不平就會寄怨 寄怨就會抗拒它 就會苦毒 然後想報復 攻擊 一直越來越深層的 越來越影響這個人的 這就是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需要馬上去化解 還有我們裏面有新舊聖程 在打仗的 新舊聖程會打仗 就是我們舊聖程會告訴自己 有很多原因的煩惱 這個人很壞 我要生氣他 但是聖靈又會提醒我們 神會提醒我們 我們有神的計劃 但是很多人呢 就不喜歡想神的話語 很多人不喜歡看聖經 喜歡祈禱 又喜歡想那些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 反覆思想好像一種娛樂 其實不是娛樂 其實我們多些去思想神的話語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經常想到 神是顧念我的 神是凡事幫助我的 就是先求神的國 跟祂一切加給我 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的 有很多人呢 我想問大家 你去到挖頭路 你會不會回頭 會啊 不過很多人在情緒 就去到挖頭路 就停了 有沒有這樣的人 去到挖頭路 就停了一個不開心的地方 就長期停留 沒有啊 或者鑽了牛角尖 就不出來 為什麼不出來呢 裡面都沒得去的 但是他總是想那個人的不好 一起讀一下 多人不知覺自己在挖頭路 他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要清理 出來了 有挖頭路要出來了 還有情緒問題 整個人的 全身都影響 其實呢 情緒不好 整個人都不妥的 有沒有試過發覺 有一天 當有一件打擊的時候 馬上沒有遺口 有沒有試過 馬上那個人好像沒有力 長期是這樣 整個身體都會破壞 所以呢 大家千萬不要這樣 好了 神的恩典怎麼幫助我們呢 第一 神預備了很多恩典 二章九節一起讀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有未曾想到的 神為我預備 是你想都沒想過 看都沒看過 聽都沒聽過 從來沒想過 你聽神的話 親近神 尊從神 神就將很多好東西給你 那麼我自己發覺 我生命真的很多好東西 神一路一報告給我 我都希望大家相信 神有好東西給我 一齊宣告 神有好東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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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国家想过去 然后在刚刚前几天有比利时 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我希望你能够来 就是神一直为我开路 我们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希望兄弟更多人 去关心人生 我们预备是想都没想过的 还有神的能力是超越了一切的 《以弗所思》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万能赞我们心里 大力匆匆匆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很多人又觉得 我的生命是这样的 都去不到哪里 但你亲近神 尊重神的时候 超乎你所想 譬如我 赞仙的例子 赞仙的家人出来分享 我会看到他们两夫妇 包括他女儿 他女儿都有心事报神 他们将来可以一步会给神使用 越来越提升 我的心态都是 你们个个都可以的 因为神运行我们心里的能力 是可以成就一切 你觉得不可能神可以使用你 可以提升你 我跟隔壁一个人说 神可以大大提升你的 大大提升你的 大大提升你的 还有神会照顾 神会照顾我们 不用担心 不用这么不开心 诗篇33篇18节一起读 耶稣的眼睛 看顾敬畏他的人 我仰望他前外的人 就是看顾敬畏他的人 还有仰望他前外的人 神一定会祝福你的 还有我们不需要被人影响 因为人不能破坏到我们 有耶稣帮助我 我必不具派 人能反我怎样 很多情绪就是因为人 但其实人破坏不到 人是很有限的 当人要抵挡你 其实神一定对他他很惨的 所以他比你更惨 你就连出他 你就为他祈祷 不需要将他的说话 放在心里面 神经病 骂你 你是傻的 你需要不放在心上 不用 但是很多人 被一个 普通人骂就会很介意 神经病 我们可以放手 很多人骂都可以放手 因为我觉得他正常 但其实正常的人 都有很多不正常 正常的人都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 我们可以跟那些负面的说话 划清界线 他怎么骂你就有他骂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有错 我就认错 但如果不是他的问题 由得他 这些负面的说话 和伤害性的说话 都是魔鬼的火箭 用信心 作为藤牌 可以挡住这一切 负面的声音 骂人的声音 停留在空里多久 几秒 其实我们应该改了 它是半秒钟的 对不对 但是可以停留在我们一生 在生命中一生 何必呢 其实不需要介意 有什么所谓 但是为什么人这么介意呢 因为从小到小被拒绝 所以很紧张 别人怎么看我们 当人 有些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 我们很紧张 很担心 很不开心 就是因为以往的受伤害 这个我们不看了 有人倒一些污脏水在你身上 有一些粪便在你身上 你会不会继续去闻呢 不会 同样负面的说话 不需要继续去想的 垃圾应该如何呢 倒出来 我们试试清理垃圾 那神的同在怎么帮我们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呢 就是一醒过来 立即宣告神的爱 神祝福我 一路爱神呢 这个恩典的祷告就是 神在爱我 然后敬拜的祷告就是 我爱神 神爱我 为什么神在爱我很重要 有些人会说 多谢耶稣神很爱你 那个人会说 神啊 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那我们就是神在爱我 因为圣经说了神爱我 还有当我祈祷的时候 神就立即回应了 我一祈祷神就很欢迎 这个互动的祷告是很有帮助 我一亲近神 神就很欢喜 我遵御神 神就很欢喜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够得上次 因为耶稣就告诉我们 很容易的 你痛我喜悦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做一点点 我就会欢喜的 你做一点点 但我们不停留 做一点点 我们做更多 更多神会欢喜的 这个讲到的亲近神 我读下来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又要安宜 祝试在神的同在 整个人就开心 很多人我为祈祷 觉得怎么样 很舒服很轻松 你回家都可以的 你停留这个状况 你就停留在神的恩高 你就越来越平安喜乐 他一醒的时候 就整天都这个恩典的祷告 一起读 感谢神在爱着我 神陪着我 神定义要祝福我 神帮助我解决所有问题 神会帮我们 会的 然后我们回应神 敬拜 赞美 爱无感激 贴紧神 需要神 很多人祈祷未必用这些字眼 我贴紧你 我拔着你 我需要你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有个回应 一起读 因为神爱我 我就可以轻散平安 我就不需要烦恼 发怒 低沉 绝望 我可以起落 有盼望 有力量 有仇神 神那么疼我 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平安 我可以没烦恼 而这些我们绝要回去处理 如果你小时候被家中怀 整天都要立刻有 现在整天都说 老公 老婆 儿子 爸爸 妈妈 你要什么给我 还是在这种状况的 我们就去处理了 因为我们这样 整天都要 有些人去教堂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 我识 我的教堂都没有人欢迎我 他已经来了一段时间 没有人关心我 他总是说 人家没有做在我身上 就是他总是想人家满足他 我们来到教堂 你不要当自己是客人 我们个个都是主人 一起说 我们教会的主人 我要来到祝福人 祝福人 当我们经常都有人祝福我们 就变成我们经常都说 那些人都不爱我们 但我们祝福人反而得到更多帮助 还有我是不是习惯用情绪控制 人家不做那样的事 你又不听我话 你又不对我好 你又不记得我的 那就扭计了 大人有大人扭计方法 我们的压力 是否造成长期的伤害 被拒绝被伤害 是否一直在影响我们 还有我们被遗弃 其实这些全部都可以医治 如何医治呢 被拒绝 他拒绝我 是否在世上每日 神爱着我 神爱着我 神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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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他伤害 是否以后我都要受伤呢 不是的 我可以有神的喜乐 我慢慢一路宣告神的爱 我爱神就得医治了 我被人遗弃 是否永远我都没有人要呢 因为我关心人 就越来越多人 造成我的朋友了 我关心人 人家会更加容易 跟我做朋友了 无助 是否一定无助呢 神会给我们力量 就是说我们回到初头 有人拒绝我 一起读 当有人拒绝我 不代表我会不会有价值 我有价值的 跟着 当有人不认同 不代表我会不会有价值 当有人伤害我 不代表我会不会有价值 原来所有的垃圾 是否可以处理 可以处理 所有的不好的都可以处理 而我们天天 只要你天天都相信神的爱 我想问大家 在开始的时候 赞美神 感激神爱神 有没有觉得平安轻松一些 你有 你天天做就行了 那你就越来越开心 这样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再无垃圾 可以进入神高尘治的生命 在这一阵 我想带领大家 用一个琴 让大家去处理一下 我们心中的垃圾 在这一阵 让神去医治我们 大家在那里享受神 放松吧 祝愿筏 air 你们 耶稣 爱 我 祝愿 耶稣 爱 我 神的愛可以醫好所有的懷慕 不如大家站起來,有些人可能會睡覺 放鬆 主耶穌是我 耶穌在愛我們 主耶穌是我 主耶穌在愛我 有死的我 主耶穌謝謝 耶穌親我 耶穌是萬王之王 耶穌是萬主之主 耶穌是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齊悲安 耶穌是萬王之王 耶穌是萬王之王 我需不需要继续去留 你能不能够医治我呢 我们的理性我们都知道神可以医治 但有时我们的心灵固然然而欲体却圆弱 神啊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在这一阵回到那些受伤害的自己 有时我们被人拒绝惯 但当有人有些提议我们就觉得他在伤害我们 其实可能人只是很简单的提议 并不代表伤害他们 主要帮助我们放下这些曾经被人拒绝的地方 耶稣 我特意轻声地唱 让你去回这些地方 你求耶稣医治你 求耶稣安慰你 求耶稣让我们的心相信 我们是被爱 这些伤害不重要 我们是被爱 祝福基督生 求耶稣 休息 求耶稣 耶稣 且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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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 耶稣耶稣在我身旁 这一阵虽然你很想唱 但你不要唱 你就是在想这些烦恶 我放下这些烦恶 让我们的心完全兴奏 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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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旁 天父在我身旁 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旁 天父天父在我身旁 赶快把烦恶吹出来 那些伤害吹出来 那些痛苦吹出来 那些不开心吹出来 那些激气怒嘈吹出来 神在那些激气的地方 不要緊 因為神會給我 因為傷害我們 全都吹出來 不要緊 神會給我 神會祝福我的 多謝耶穌 我們可以輕鬆 我有謝祈樂 主耶穌知給我 我有謝祈樂 主耶穌知給我 我有謝祈樂 主耶穌知給我 先別再十幾 去Halleluj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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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